今天下午去老妈家吃饭 老妈喜欢吃枣馒头 正好过年买的大枣还剩不少 老妈过年在我们家扔的枣卷子很好吃 今天我也试试 把橡皮粉倒入面粉 搅拌均匀 倒凉水搅拌成絮状 揉成光滑的面团 用盖垫盖上放阳光防发面 大早用开水泡两小时 泡完洗净晾干 面发好了 揉成光滑的面团 戒成馒头大小 拽成长条 均匀放上三颗枣 如果面皮宽也可放六颗枣 两边朝礼卷 卷到中间翻过来就做好了 做好的成品 放盖垫上三十分钟 二次发面 扒好的枣卷子 放到蒸锅里 再放一层 打开燃气开始蒸二十五分钟 二十五分钟后关火 再五两分钟太盖 第二层的枣卷子 蒸好后的枣卷子 散发着浓浓的枣香 又香又甜 再放一层的枣卷子 再放一层的枣卷子